巫统舞巨头经舞召开会议 或在今天决定第15届全国大选日期事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巫统最高理事成员表示 巫统舞巨头今天肯定会达成共识 他预计国会会在今年10月10日之前解散 也就是在10月7日提交2023年财政预算案之后 舞巨头肯定会同意今年举行大选 因为我们不能再等了 一般来说巫统舞巨头的会议之后 接着实行政治局会议和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 尽管解散国会的最终决定权 掌握在首相伊斯麦莎比里手上 但他表示将根据舞巨头的意愿做出决定 国阵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也多次敦促首相伊斯麦莎 比里尽快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 据悉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银行户头 进行一笔价值6亿美元的交易 让外汇市场受到影响 大马银行私人银行资本市场组主管叶伟杰共称 若外汇市场当年获悉纳吉进行这笔6亿美元的庞大交易 必定将抢先采取行动 他说相比6亿美元的数额若是把1000万美元兑换成令吉 则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 叶伟杰是以第38名控方证人的身份 出席纳吉的1MDB案件审讯时 在接受辩方代表律师旺阿姨组定的盘问时 这么说 他形容 纳吉的大马伊斯兰户头是属敏感类别 因为纳吉事实任首相 其户头的交易数额也颇为庞大 其银行户头交易数额颇大 若市场获悉有关数额 必定会抢先采取行动 而这会影响零级的价值 因此 我们需要更为谨慎 所以于静平为纳吉的银行户头 设下Unprivate Banking MR的名字 因SRC贪污滥权被判 罪名成立入狱服刑的纳吉 有可能会在下周或批准出席国会 纳吉在9月2日提出特赦申请 也在9月7日向联邦法院入禀了司法审核申请 因此在这两项申请结果出炉之前 纳吉目前仍是北根国会议员 至于他在入狱期间 是否有资格代表议员的身份 出席国会下议院 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仪 在吉隆坡法庭 接受采访时大麦官子回应说 会有一些行动 但我不会告诉你 媒体是什么 媒体当时询问 由于纳吉还是国会议员 他纳吉是否会向监狱局提出申请 以便出席国会会议 履行身为北根区国会议员的职责 沙菲仪表示 会有一些行动 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 当他变得更清楚时 我会告诉你 巡集纳吉是否有可能 向监狱局提出申请 沙菲仪回应指 我没这么说 会有一些行动 但在事情变得具体之前 我无法告诉你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 阿兹哈阿兹 战备媒体问及此事时 他指出 此事应询问监狱局 因为他没有权利 让纳吉从监狱离开 根据报道 国会将在10月3日至11月29日 每逢周一至周四举行 而纳吉面对一马公司 邀MDB审讯也在下周一3日续审 与国会的日期重叠 苏鲁苏丹后裔 昨天向荷兰上诉庭提出上诉 要求执行今年2月28日 在巴黎仲裁庭裁定 大马政府必须向苏鲁苏丹后裔 支付至少149亿美元 约合685亿零级的赔偿 路透社报道称 代表苏鲁苏丹后裔的 首席律师保罗科恩说 在荷兰法院提出上诉后 很快将在多个司法管辖区 采取其他不同类型的法律行动 这可能包括立即和直接没收马来西亚 在荷兰和其他地方的资产 据媒体报道 巴黎仲裁法庭于 今年2月28日裁定 大马政府违反了1878年签订的条约 所以苏鲁苏丹后裔 必须至少得到149.2亿美元的报酬 此外 苏鲁苏丹后裔的代表律师 已向荷兰法院 申请扣押国家石油Petronus的资产 财经网站chmarkets.com报道 据了解 大马政府和国有已知道 上述资产没收计划 报道引述 知情人士说 上述提交申请已经完成 他拒绝披露各中详情 只表示涉及资产 可能多达数十亿美元 大马公司在荷兰拥有很多业务 像是原棕油 液化天然气等 看起来是不错的目标 大马外交部和总检察署 于3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 表明大马政府拒绝向所谓苏鲁苏丹 加马鲁基兰二世的后裔 支付149亿美元 同时将挑战这项裁决 大马表示不承认苏鲁苏丹后裔的索赔 并将采取一切措施 维护国家主权 针对兵州被指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 首席部长曹关友 欢迎反贪会对州内涉及贪腐的公务员 展开调查 因为这符合了兵州政府 自2008年倡导的 能干、问责与透明 CAT理念 曹关友发布文告 要求反贪会方面保持透明度 因为州政府不希望兵州的公务员和州政府的形象 仅因为自2019年以来所收到的投诉数量而受损 他表示 兵州政府准备与反贪会合作 确保涉及贪污行为的官员受到严惩 他认为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无论是来自联邦 州还是地方政府当局和机构的公务员 一旦被发现 参与收受贿赂 滥用权力和做出虚报 都必须在第一时间 接受调查和起诉 他说 兵州政府也希望 反贪会透明披露 提交法院的案件数量 以及被判有罪的公务员数量 所以通知办法学教育 这位 Wait 看 一 是 温 medo